今年是六四32周年 但香港政府史無前例的禁止 六四集會和悼念活動 警方下午起在維園一帶拉起封鎖線 封鎖了維園六個足球場 四個籃球場和中央草坪 禁止公眾人士進入 六四燭光燈還不在 空蕩蕩的維園被警方佔據 警方並沿途截查來往的市民 白色恐怖下 港人以不同方式倒六四 入夜 行為藝術家三木 舉起十字架走向維園 也有市民現白花 但被警察喝斥 有市民現場播放六四音樂 民主會戰勝歸來 民主會戰勝歸來往的 維園曾禁區 但大批市民仍無懼地繼續手機燈光或手中燭光 在維園一帶不行悼念 有市民批評強權打壓只會反作用 反處更多人悼念六四 除銅鑼灣外 全港各區都有市民持燭光而行 美國領事館樓房窗口 蠟燭閃爍 和港人一起悼念六四被屠殺的北京學生和市民 中共擋不住人心所向 今年在香港國安法底下第一個六四很明顯是各樣的限制是多了 無論是我們在地區的街站都會有滋擾和禁止 還是六四維園的集會都是被禁止 我覺得必須要繼續堅持 盛明年無懼打壓 在地鐵入口設立接站 傳遞六四的真相 港大學生則按照慣例清洗國殤支柱 並莫哀核圈讀六四宣言 新唐人記者梁珍 余剛 香港報導